我们认识这些水果二十几年了 你们知道它有什么神奇的功效吗 可以 它有很多神奇的功效 可以帮助你水档档哦 来介绍今天的专家 研究食材营养学多年的许医师 今天要介绍对抗国人三大死营的水果圣品 医药记者王瑞玲 曾经在各大报担任医药记者 收支蔬菜各种面香的效果 中山医药大学副校长王敬坤 对于食品营养学非常有研究 今天他带来的健康知识 保证你第一次听到哦 美丽料理达人紫芸 曾经为了写食谱发胖了五公斤 到底她如何靠蔬果调养 变回魔鬼身材呢 领养师曾婉婷 从怀孕到美容 都靠五色蔬果汁保养哦 超华丽的蔬果汁 让她来示范哦 家事达人秦颖如 教大家蔬果不止可以养生 也可以拿来做家事哦 好 这个吃蔬果的学问很大啦 大概像许医师 您本身如果学这个专业的话 您自己一天吃多少量 要看季节 因为像冬天不能吃太多水果 它比较寒 然后又比较湿冷 所以要看季节 真的吗 这太难了对不对 那我们先拿唯一的男性好了 我们王教授 您自己也学营养跟代谢 你自己怎么分配 你每天吃水果蔬果的这个量 其实我会尽量啦 因为人是很自然的 因为我们在吃东西 你会吃到一个程度嘛 而且我是觉得 要吃季节性的水果 所以这个是很自然就是这样分配 当令的水果 对 你是冬天 那你就吃冬天的水果 自然就没有问题 吃水果都会变美吗 不见得吧 对啊 对啊 像有一些人吃芒果 不是整个皮肤都发黄 对不对 所以水果里面也有被歧视的就有 对 好 我们就来介绍一些专家们 极力推荐的水果 到底这些水果有什么样特殊的营养 接下来要介绍的水果 可是许医师特别针对预防国人 三大死因所推荐的 观众们要看仔细咯 我们国人前三大死因就是癌症 还有心脏病和中风 所以这几种水果 每一种刚好都对于 预防和治疗这些疾病 有特殊的功效 好 那我们先来介绍这个大口呆 这个是什么东西 我想一般人应该认识吧 但是真的每天吃的很多 对不对 这个是酪梨 这个我们家乡产很多 这个麻豆就除了产柚子之外 各位我们也产这个 不知道对不对 所以你要去麻豆除了吃碗粿 中秋节前后可以吃柚子之外 你还会喝到很多 就那个摊子会卖酪梨牛奶 所以麻豆都产差不多 像这样体型的东西 是 除了什么都很意外 对 但是我吃阿伯格 一直都觉得很肥 很胖 是不是 香港人叫做牛油果 对啊 听起来就好胖 这个叫牛油果 对 其实在营养学上 其实它是属于脂肪类 它的分类是属于油脂类 对 所以其实要注意热量的部分 但是你要知道 像这个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个水果 因为它 它治疗很多很多的疾病 我跟大家一一介绍一下 第一个 它的虽然脂肪稍微多一点点 但是它的脂肪是 大部分是属于蛋不饱和脂肪酸 就是跟我们的那个 很喜欢的橄榄油 大家说橄榄油对身体多好 对心脏多好 它就跟它们一样 但是它还是比橄榄油好吃一点 你总不能单单吃橄榄油吧 这个东西 而且像现在国人很多眼睛的问题 它里面我们常常眼睛我们都推荐那种 叶黄素 对 玉米黄素等等 就说保护眼睛 我们常常都要吃一些维他命 它已经自己预备好了 它所有的胡萝卜素 叶黄素 还有玉米黄素等等 都已经在里面了 而且你吞维他命的时候 因为这些都是脂溶性的维他命 那一定要有脂肪才可以吸收 所以你看他上天设计得多好 他等于是已经设计现成 他本身就有脂肪 可以去吸收这些他里面 我要建议那个麻豆镇长 找你当莫远的大帅 他讲话对 所以你刚刚讲脂溶性是 我们身体要有脂肪才会溶解 才可以吸收 就是说我们吃饭的时候 像比如说我们平常在吃饭 我们胡萝卜是不是都会用炒的 就油嘛 这个油就会帮助它吸收进去 像萝卜炒蛋就是一个很好的食材 我如果单吃这样萝卜 还能够吸收它的那个维他命吗 那就要饭后吃 这样子吗 油溶性的这种营养素 大概你就要饭后吃 因为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会有一些油脂的摄取 对 如果说你是空腹的时候吃 那它的效果就不好 所以什么东西是脂溶性的 什么是水分 像维生素A D E K 这都是脂溶性的 对 就是很多维生素A D E C就是水溶性的 对 要不然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高薪食物 而且它营养成分也很够 其实很多坐月子的妈妈你知道吗 拿它就像在东南亚里面 拿榴莲来当补品的道理是一样 但是我们在水果摊上是不是都加好多牛奶 而且全脂牛奶 而且还跟老板娘讲说 多加点糖 不甜我不喝 结果 因为基本人都把酪梨包在熟卷里 对 加粥卷 对 我好喜欢吃 那个口感也好 所以酪梨真的没有错 你们今天这样讲我算敢吃 我有一阵子好爱吃 小时候好爱吃 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有产 可是后来就听说这个东西很胖 我就不敢再吃了 可是我其实觉得它很好吃 它很好吃 应该这样讲 对我们整个人体来讲 我们需要的一些维生素你知道吗 还有一些的不饱和脂肪酸 而且就像刚才徐医师讲 我们一些心血管疾病都前三名嘛 它对我们心血管疾病一些胆固醇 降低胆固醇的效果真的很好 所以它的油是好的油 它护眼睛 护眼睛 对啊 这个是就这样吃啊 沾 沾什么 沾这个芥末 但是芥末我比较建议新鲜膜的 或者我是去里人买 他们那种鲜膜的 不要买那种市场上有些粪的 对 不然你吃假的 一大堆那种色素 还有一些人工的东西 我们以前吃酪梨都是甜的 对 都是甜 或者是加牛奶下去打汁 对 我们的热量负担太大了 太多了 对啊 如果酪梨牛奶 我们说如果喝500cc 大概就有300大卡 简单讲大概四碗饭的热量 哇 那你的胖十公斤是起来游滋的 真的 还加糖 对 是不是不大一样 还满好吃的 好吃喔 而且在日本 口感是 那个料理当中 那可是高纸 那个是高纸啊 对 很好 我觉得这个芥末酱也很好吃 就是芥末把那个酪梨的味道 整个都这样掉出来 对 有的人说很像在吃那种 Sushi 沙西米的感觉 对 对 然后它很creamy 而且好滑 真的 我怎么觉得有蛋黄的味道 有有有 为什么 它油脂 它油脂含量比较高 对 像海胆 你看那么美容 那么营养 其实这个女性朋友 如果想要美白 就要多吃这个东西 就是中餐吃真的会饱耶 对 因为它这里面 最主要维生素C跟E的量 很多 还有我们说的类胡萝卜素 还有一些多元分的东西 这些都是有助美白的 所以如果说 如果能够有一餐 当然吃一颗 我觉得量多了一点 对 你可以吃个半颗 对 你只要用这种方式吃 其实是很健康的吃法 这个在选的时候要小心 因为像我第一次请人家帮我买的时候 也是要请人家吃饭 结果它不会选 它帮我挑一个那种硬邦邦的 它是不能吃的 一定要等它软软 要软 它这个现在还不能吃 对 只要稍微有点 我因为 就是飞下去有点黑色 对 这个不会变 另外那种会变 这个不会变 这种的不大会 对 另外一种比较小的 这个也会 会有一点 但是它只要稍微压下去 有点软就可以了 对 要压得软 我知道 不然我帮我们麻豆争光 我们后来都很少人知道 我们有种 是饱 是饱 接下来这个水果我就有意见 超不方便 好麻烦 石榴对不对 对 以前 台湾做的好像都很小科 都是在那种文学小说里面看到 对 石榴树 现在很多进口的 而且一棵比一棵大 在菜市场 对 可是我以为好多朋友非常爱吃 我也不知道他是吃什么目的的 可是 我有一次在云南 他们那个高山上都有种 饭店有送 结果我就把它剥开 你知道我吃了三天 因为如果我涂那个纸 我就涂到快要气死了 天啊 好多纸喔 最好的就是纸 对 减肥吃这个为什么 因为你就吃了时间 就是可以一直吃 这人是很好的 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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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 好的 好的 傻瓜 好好的 是 好好的